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节节目 由武汉开始的肺炎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 截至3月6号 已知全球感染冠状病毒累积的病例已突破10万 死亡超过3000 当然染病和死亡的案例绝大多数发生在中国湖北 且不包括被瞒报的人数 如果有一天被中共隐瞒的真实数据被曝光 相信将会把这个世界惊得目瞪口呆 据统计目前疫情已蔓延到世界大约90个国家和地区 大半个地球都深刻感受到了中共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祸害 当然中共是不会这么说的 党媒喉舌的定调是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而国外已经失控打乱 官媒突出报道国内新增确诊人数持续下降 且由境外输入的病例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以致大陆老百姓信以为真 闹出了纷纷呼唤国外亲友要紧急回国避难的笑话 另一个令人咬牙却让人忍不住骂娘的冷笑话 是新任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推出的所谓感恩教育 大概是他觉得是武汉肺炎给了他一次难得的机会 让他得到了习近平的重用 所以要对习近平跪舔效忠感恩戴德 但他却要拉上扔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全体武汉人 跟他一起来感恩 3月6号晚 在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视频的调读会上 王忠林部署要在全市广大市民中深入开展感恩教育 感恩总书记感恩共产党 听党话跟党走形成强大正能量 并称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 也是懂得感恩的人民 悲哉 武汉人在遭受瘟疫死亡威胁的同时 还要承受忘恩负义的心理绑架 显然王忠林的感恩教育激起了民愤 不仅广大网民群起声讨 许多有良心有学识的知识分子 也怒而提笔把王忠林好好教育了一番 有武汉作家给王忠林科普常识 称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它的存在是为人民服务的 政府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 而不是相反 不明白领导们天天学习 怎么学反了相 政府请你们收起傲慢 谦卑地向你们的主人 以百万而计的武汉人民感恩 他更是呼吁当局 迅速成立追责小组 立即详细复盘疫情始末 查明是谁误了时间 是谁决定不将疫情真相 告知民众 是谁为了面子上的光鲜 欺上瞒下 是谁把人民的生死 置于政治正确之后 是多少个人 多少双手 导致了这场灾难 谁的责任由谁来担 尽快给人民一个交代 这应该是自疫情爆发以来 武汉人发出的最理性 最到位 也是最勇敢的呐喊 与这位武汉作家同样勇敢发出呐喊的 是在中共副总理孙春兰考察武汉某社区时 高喊都是假的那些小区业主们 本来孙春兰率中央指导组来进行所谓实地考察 只不过是为了制作一条主旋律新闻 而按照脚本来表演的过场戏 中央领导体贴入围 虚寒问暖 人民群众情绪稳定 感激涕零 没想到被封堵在家四十多天 且以濒临绝望崩溃的武汉人 突然情绪不那么稳定了 竟然集体怒吼 全部都是假的 愣是把这场亲民戏给演砸了 这一声声呐喊 搞得孙副总理尴尬不已 陪同干部灰头土脸 据说呐喊之后 小区的居民都受到了特别对待 看来大声喊出来还是有用的 当然 中国更需要的 其实是像当年罗马尼亚 那场十万人集会上 有人大喊一声 打倒齐奥塞斯库 并导致罗共最后倒台那样 大声喊出 抛弃中共 这才是中国的最强音 首先我们对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台北法案 从多方面协助提升台湾国际地位 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 其次 我们对川普政府 要求新华社等四家我党媒机构 缩减在美员工40% 也就是变相驱逐60名 我党媒喉舌小喇叭的行为 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 其三 我们对国际舆论 指冠状病毒起源于中国 要中国向世界正式道歉的说法 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 第四 我们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委员会 不选我党推荐人选 而是投票选出一名 新加坡官员担任WIPO总干事职务 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 第五 我们对国际永联所谓 不白出耻夺 孙杨两项世界冠军头衔的说法 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 第六 我们对 没有第六了 不好意思啊 今天要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的太多了 杀不住车了 好了 我抗议完了 下面开始提问 这位记者 那我就问你的第一个抗议内容吧 美国众议院近日以415票赞成 零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 通过了台北法案 要求美国行政部门以实际行动 协助台湾巩固邦交 及参与国际组织 并增强双方的经贸关系等 像你所说的 这等于是从多方面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但有评论说 这完全是中共给逼出来的 你认为是这样吗 这当然是我党给逼的 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 不过旧习大的 没看出来 你看这些年 我党连续挖台湾的墙角 从国际上买走了许多不起眼的小国 或是穷得吊杂的岛国 但俗话说 蚊子肉也是肉 这比喻啊 这比喻不太恰当 我说国在小 它也算个数啊 再说也花不了多少钱 很便宜就搞定了 这种金钱外交 不仅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了台湾 还慢慢蚕食了美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布局 一举两得呀 可这个如意算盘让美国给看穿了 所以就快速通过了这个台北法案 来力挺台湾 要知道啊 美国的这个法案 可比几个太平洋岛国的作用更大 我党宁愿用十个小国 来换取美国不出台这个法案 哎 现在啊 晚了 我党是偷机不成十八米呀 哦 不对 应该叫搬起倒国砸自己的脚 哎 反正就那意思吧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那我来问你提的第二个抗议 川普政府日前下令 要求四家中共喉舌机构 缩减在美国员工的数量 从160人缩减至100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向媒体解释美国政府这一决定时说 我们采取这项行动 是为了履行川普总统的使命 即在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中建立更大的对等 请问除了抗议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这个我还是借用我们投华春莹 莹姐的话来说吧 中国从未对美国媒体 在华机构和人员的数量设限 美国此举是对中国媒体记者实行 实际上的驱逐 美方张口闭口说对等 但实质上是对中国媒体的偏见 歧视和排斥 我们对促美方立即改弦更张 纠正错误 中方保留做出反应和采取措施的权利 但蓬佩奥所说的对等 不是指记者数量 而是指双方对记者的态度不对等 况且美国的媒体都是独立私营的 并不受美国政府的管辖 蓬佩奥说 我们希望北京对中国境内的美国 和其他外国媒体采取更公平态度 如果中共对我们独立的和世界一流记者 施加越来越严厉的监视 恐吓和骚扰 我们将做出回应 以现实对等 其实我党对美国和其他外国媒体的态度 是非常公平的 是一视同仁的 那就是都不能抱到我党的阴暗面 都不需说我党的坏话 在这方面 我党对外媒的态度 甚至比对国内媒体更宽松 更自由 就拿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文章来说吧 说我们是病夫 我们不过就驱逐了他们三个记者 要是换成国内记者 骚扰 恐吓 直接就失踪 甚至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3月4日 新华社发表题为 理直气壮 世界应该感谢中国的社论 称 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 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 说没有中国的巨大牺牲和付出 就不可能为全世界赢得宝贵的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间窗口这段时间 可是 国际社会都知道 就是因为中共隐瞒疫情长达20多天 明明已经在武汉爆发 还在宣传可防可控 不会人传人 向全世界撒谎 以致疫情蔓延世界80多个国家 祸害全球 为什么世界还欠中国一声感谢 而中国为什么对道歉这么敏感 甚至恼羞成怒啊 我发现赵哥 就是我们外交部新内发言人赵立坚 不愧姓赵 确实厉害 你听听他是怎么反击的 他说 中国道歉论 毫无根据 也毫无道理 目前病毒源自何处 商无定论 中国同其他出现疫情的国家一样 都是病毒的受害者 听明白了吗 我党这是打定主意要甩锅了 一口咬定 病毒源不是中国 就算是 也死不认账 这就是我们不让 W一筹专家调查组 接近武汉中心疫区的原因 觉得是啊 赵哥反咬一口 质问记者 2009年美国爆发 H1N1流感 蔓延到214个国家和地区 谁要求美国道歉了吗 不过赵哥 这点您弄错了 2009年爆发的H1N1流感 源头好像是墨西哥 不是美国 至于你问我党 为什么对道歉这么敏感 这不明摆着吗 如果道歉 岂不承认了我党隐瞒疫情 造成疫情全球蔓延的事实 如果道歉 岂不抹杀了一尊的英明远见和大国战役的 丰功伟计 如果道歉 那岂不是在我党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树立的新标杆上挂出了白旗 所以啊 请世界人民死了这份心吧 我党死了都不会道歉的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那请问贵党什么时候死啊 快了 哎